欢迎来到news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李宪主演的《国色芳华吻戏路透》来了。 网友,这对CP太甜了。 杨子李宪国色芳华吻戏路透。 近日,备受期待的古装剧《国色芳华》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, 而一组杨子和李宪的吻戏路透照片更是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对CP太甜了。 《国色芳华》是一部以清朝乾隆年间未背景的古装剧, 讲述了女主角白芳华与男主角秦子墨之间的爱情故事。 杨子饰演的白芳华是一个才情出众,美艳动人的女子, 而李宪则饰演了一个风流倜傥,英勇善战的年轻将军秦子墨。 在路透照片中,杨子和李宪身着一袭华丽的古装, 深情相拥,甜蜜地吻在一起。 这一幕发生在剧中一场重要的情感戏中, 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缠绵翡测让人看了不禁心动。 杨子和李宪作为当下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, 他们的合作也备受期待。 两人在剧中的默契配合和出色的演技, 让人相信他们能够完美诠释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。 而他们的高颜值和出色的表现更是让无数粉丝未知疯狂。 除了吻戏路透外, 杨子和李宪在剧中的其他造型和表现也备受关注。 他们身着华丽的古装, 展现出不同的风采和魅力, 让人期待他们在剧中的精彩表现。 总之国色芳华作为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, 杨子和李宪的加盟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。 他们的吻戏路透更是让无数粉丝未知疯狂, 让人期待他们在剧中的更多精彩表现。 相信这部剧一定会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佳作。 杨幂暗恋谢霆锋, 杨子见鹏于燕激动不已, 娱乐圈暗流涌动爱情迷局。 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背后, 明星们的情感世界总是充满神秘与猜测。 近日, 一则消息震惊了无数网友, 当红小花蛋杨幂竟自爆心仪谢霆锋, 而杨子在见到鹏于燕时激动到跳脚。 这两大爆料让原本平静的娱乐圈掀起了轩然大波。 据悉, 杨幂与谢霆锋的合作已经多次, 两人不仅在影视作品中频繁碰面, 还多次一同出席各种活动。 而杨幂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, 被问及心目中的理想形时, 竟然毫不避讳地表示心仪谢霆锋。 这一言论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, 纷纷猜测两人之间是否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与此同时, 杨子与鹏于燕的关系也备受关注。 两人在某次活动中意外相遇, 杨子在看到鹏于燕时激动不已, 甚至一度跳脚表达喜悦之情。 这一幕被在场的媒体捕捉下来, 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。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, 杨子的反应实在是太可爱了, 同时也猜测两人之间是否有着某种特殊的情感。 这两大爆料让原本平静的娱乐圈变得异常热闹。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, 如果杨幂和谢霆锋、 杨子和鹏于燕真的走到了一起, 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段啊。 不过, 也由网友持保留态度, 认为这些只是娱乐圈的炒作而已, 真实情况还有待观察。 在这个充满猜测与绯闻的娱乐圈里, 明星们的感情世界总是让人津津乐道。 无论是杨幂与谢霆锋之间的默契合作, 还是杨子与鹏于燕之间的意外相遇, 都让我们看到了明星们真实而又充满魅力的一面。 当然, 作为公众人物, 明星们的感情生活也始终是他们自己的私事。 我们作为粉丝或公众, 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和个人选择, 不要过度干涉或猜测。 同时, 我们也应该更加关注他们的作品和才华, 以欣赏他们的艺术成就为乐。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里, 或许明天又会有新的恋情曝光或绯闻传出。 但无论如何, 我们都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, 不要盲目跟风或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。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到娱乐圈带给我们的乐趣和惊喜。 总之, 杨幂与谢霆锋、 杨子与鹏于燕之间的绯闻 只是娱乐圈中的冰山一角。 在这个充满神秘与美丽的世界里, 我们期待更多真实而美好的爱情故事能够上演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